政府去年才刚成立了公务局养工处要提升道路品质 但是最近呢却有民众抱怨 骑机车到林口道路却是坑坑巴巴 尤其在主要干道文化二路 人孔盖回田不实 再加上卡车重压出现了大坑洞 路面高低落差可以达到十几公分 还有机车骑士路过的时候差点摔伤 骑机车呼啸而过 人孔盖空空作响 新北市林口路面凹凸不平 人孔盖就是罪魁祸首 路面落差十几公分 还让骑士差点飞起来受伤 林口道路千疮百孔光文化二路 这个路口就有七八个人孔盖 而且路面高低落差相当大 民众抱怨连连 震动很大啊 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对啊对啊 这补好像补破布一样 不是从整条路这样扑过去 只是说这里有坑洞了就补一些 他这种人孔盖不平的话 其实对我们那种居住的 就是住家那个噪音 那其实影响蛮大的 就像骑越野赛 民众愿生载道 只要看到文化二路到处坑坑巴巴 其中这个长型人孔盖回田不实 加上卡车重压 现在出现长35公分 宽15公分 伸15公分 大坑洞 路面落差十几公分 连手机都可以放进去 骑士一旦经过 超容易摔车 针对那个周边凹陷的部分 停机修复完成 那文化二路我们养工处 预计是在五月份 会把你全面的跑出重铺 新北市府去年10月才刚成立养工处 说好的路平是首要任务 降低人孔盖也是重大政策 但这样的道路品质 实在讽刺 中天新闻出现 我林国瑜 新北市采访 我报告